各位乡亲大家好 美国大选结果已经出来了 今天怎么也得给大家聊一聊 先给大家声明一下 我这个过敏性鼻炎犯了 头晕乎乎的 老是想打T粉 待会说着说着 打个T粉 大家谅解 昨天 今天 狂风骤起 尘土满天 我在中国 顾米兴毕业老病根 也犯了 但不管怎么着 还那句话 怎么今天 也得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话题 相信很多乡亲 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我的话 简单 无所谓 天塌不下来 网上有很多原因 分析 川普为什么赢了 哈里斯为什么输了 我相信啊 有很多分析的 也是很在理 但是我的 看法呢 这个时候又 也是犯老毛病了 跟很多人不一样 分析这些东西呢 你分析千百条理由 都不足以改变结果 甚至啊 都不足以改变 如果下一次大选 大家的看法 和当事人的做法 我看问题呢 有时候就是比较 比较邪性 大家记得我 做个期节目吧 可能 时间不太久 我都记不清 有多少天了 我就说啊 我说 我愿意啊 如果 让我选的话 让我提供一个选项的话 我倒愿意让川普赢 为什么呢 因为呀 你让只有让川普赢 可能这个美国呀 才能真正的 这个利用好川普 胜选的这个机会 来一次涅槃 说通俗点 就是得一场病 就发作一场病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呀 号称世界自由民主的明灯 200多年 一直是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 无王无地啊 民主选举的国家 它的出身 它确实很不同于 世界上传统的啊 就是各大洲的 各种文明 那些国度啊 那美国你知道是 它从五月花号啊 那时候来美国啊 美国美洲大陆啊 是一片荒满 谈不上什么 现代文明的体制 谈不上体制 所以这些人 来美国之后啊 一直到后来 独立战争 美国建国 基本上是 没有享受过 专制的统治 尽管它有一个宗主国 早期有英国 但英国那是叫什么 那是叫宪政 那已经大宪章了 应该已经是 这个 到今天英国还是那样啊 是吧 已经是 其实英国是 不是什么 我们认识的那种啊 至少不像中共这样的 这种独裁 一直到后来 独立宣言 独立战争 美国通过了这个宪法 到今天 美国从创生到今天 一直没有 受过专制的苦 这个民族啊 比如说美利坚民族 就像我们说中华民族 咱们得说美利坚民族 没有得过病 没有承受过 遭受过 这个专制的 这种痛苦 同时呢 也说明它 对专制啊 没有免疫力 对这种病毒 没有免疫力 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啊 就像说 人呢 你这个免疫的系统 你必须要经受过 你得过病了 你才有那个 自然的这个身体 知道这个玩意不行 这病毒 在身体不行 身体就会 牢牢的记住 这玩意不行 这个 一旦发现苗头 干它 那个巨石细胞 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 什么淋巴呀 全上来了 干它 但是美国恰恰是 对这个专制啊 没有免疫力 他说他确实没有 咱们再重回一遍 美国从创生到今天 没有得过这个病 所以这个人的思想上呢 就是 就像我上次节目讲的 但这个观点 可不是我上次节目 头一次讲 我已经之前说过很多次了 我说美国这个 这个国家呀 简而言之 有一半的人呢 没有享受过专制的痛苦 没有尝过专制的苦头 就尝尝呗 就像尝尝 还有一半人呢 没有尝过专制的甜头 他知道这个甜 你看中国啊 你看什么俄罗斯啊 你看这个世界上 哪怕你看哈姆斯 在那个加沙 在那个 那个大监狱城里边 领导人 还能积攒几十亿美元的财富 所以美国至少 我觉得有一半人吧 想尝尝这个专制的甜头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美国今天 川普的这个 这一次的胜选 或者 将来某一天 哪怕川普 没有今天没有出现川普 将来也一定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种 出现这种极端主义 我私下里 跟一些相亲 一些朋友聊聊这个事 我说 说难听点 美国那些 很多州啊 就南北战争上 那个时候啊 那些南方庄严主啊 包括这个 这个白人啊 什么这些的啊 就这个群体 到今天 他们其实 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 脑子想的就是 恢复奴隶制 恢复等级制 白人制上 政教合一 然后 其他的万般皆下品 哪怕你 不是奴隶 但至少啊 你是低种族 低等级 就是 就是 天生就不要 追求什么高档的东西 乖乖的干活 他们现在想恢复 这样的制度 前段时间呢 美国有一个 就挺穿的 有一个黑人 据说是公开的宣讲啊 他也希望恢复奴隶制 他要弄个庄园 要买几个奴隶 哎 真是 对上我说的话了 这是实实在在的想法 只能说他骨子里 脑子里的想法 他一直没有机会啊 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但是表现出来 不是说所有人 我不能讲 投川普票 都想当奴隶主混一混 过奴隶主这样 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 我真是不能这么说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啊 你可以这样讲 可是这样讲 那只是 形式上的不同 骨子里没有区别 那有的朋友讲说你 那所有人都想当奴隶主吗 哎 我也不是 还得说有些人 还想当奴隶呢 他想当奴隶主 奴隶时代那个奴隶 人呐 就是贱 就是贱 贱这个基因 咱不能只笑话美国啊 说美国没有这个免疫力啊 没有这个 然后这个骨子里这种 专制啊 这种三原罪 这个基因啊 这个病根啊 消除不了 不是 整个人类都这样 你看今天这个世界 整个人类都这样 所以美国今天这个样 无所谓 很正常 还那句话 天塌不下来 咱们今天就聊这个事啊 就是 这个鼻炎子 这个陈土 那有的 那个乡亲啊 就觉得这个川普 哎呀 那不这个 意思猖狂了吧 你看啊 那个 赢了啊 但是我感觉啊 川普内心 一定没有这么痛快 为什么这么说呢 川普的胜选 基本上就是 到处打欠条 他现在世界上 我得说是世界上 欠债最多的 欠债最多的 咱们今天就聊一聊 这个他欠谁的 首先 欠普京的 我不讳言这个观点 川普就是 就是前苏联 克格勃 普京 培养的这么一个 怎么讲呢 代理人吗 也对 马仔吗 也对 间谍呢 也对 首先就欠普京的 你看普京立刻就 要债来了 说要跟川普啊 进行会谈 会谈啥呀 那肯定 川普要兑现 他的诺言吧 也还他的债了 他要 取消对乌克兰的援助 并且要 压着乌克兰 向俄罗斯投降 当然美其名预约和平谈判 结束战争 事实呢 也很简单 就是至少 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周的 占领 那将来就会成为 俄罗斯 深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还有克里米亚 至于 让乌克兰 要不要加入北约 但我估计大概率不会 怎么说呢 这就一笔债 这个债 是川普说的这么容易好还的吗 我想想呢 未必 这个倒是可以做到 倒是可以做到 倒不是美国国内的问题 美国国内呢 不是这样 美国国内就像我刚才讲的 美国人没有尝过 专制的苦头 还有一部分想尝专制的甜头 这是一个 骨子里见种基因的爆发 就是人类的原罪 就是这个 五十笑百步 谁也别笑话 美国就那样 谁都一样 但是美国还有一个天生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 就是孤立主义 就是孤立主义 也同样是人类的本性 就是美国我们这么一大洲啊 地理位置优越 真正地大物博 科技发达 经济发达 金融发达 生产力 制造业发达 整个 这个地盘啊 活得好好的 咱们为什么要管美国之外的事呢 你很多美国人 可能一般的美国人没有护照吧 都没有出国 我相信 有很大比例的美国人 你给他块地图 他都点不出 他都不知道美国在哪 你问他中国在哪 他更不知道 他根本就没这个观念 所以中国人很关心美国 但是美国反过来 有多少人关心中国呢 这个比例是很悬殊的 就是孤立主义是天生的呀 我记得 我看史料啊 就是二战的时候吧 就是日本没有发动真正港 袭击之前啊 美国朝野啊 就是极力的是反战的 那可不是说这个都 要我们要去这个 担负事业正义 要去打日本 要去打德国 不是那样 一战就不是那样 二战更不是那样 所以相反的 当时美国的舆论啊 据说美国的这个议会啊 当时是极力的 这个防范 这个罗斯福啊 把美国带入战争 逼着罗斯福表态 美国绝对不会参战 一直到后来 珍珠港被袭击了 那没办法了 立刻就干了 所以后来一直有阴谋论 说是罗斯福知道 日本要打珍珠港 他故意的 把珍珠港那些军人啊 不让走 就牺牲在这个地方了 就是然后 为了换取美国参战 这阴谋论到今天 还是那样 都说不清啊 罗斯福能说的清吗 我相信九泉之下 罗斯福肯定也说不清这个事 还是有些人 对这个事啊 有自己的定论 二战之后到今天 还是一样 一模一样 没有丝毫的变化 并且 这个孤立主义的倾向啊 就是 个人自扫分前选啊 修管他人往上霜 这种心态啊 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美国人不愿意 为乌克兰担负这个道义 不愿意为了乌克兰出钱 更别说 为了乌克兰 牺牲美国军人的生命 门都没有 所以川普如果要接受 乌克兰战争 我相信在国内 没有任何问题 但川普的麻烦是在于 他的盟友 就北约 欧盟怎么办 北约是个军事组织 现在等于整个北约 是在跟俄罗斯对抗 欧盟呢 咱们就是个政治组织 欧盟大家知道 是欧盟的这个一体化呀 相当于 美国 如果在川普的主张下 压迫乌克兰 向俄罗斯屈服 割地求和 那北约怎么办 欧盟怎么办 这么多年呢 这个美欧的通盟 我相信会面临剧烈的变化 欧盟和北约会不会反弹 所以美国既然这样 好了 欧盟呢 吓破了胆了 反而激发了欧盟和 这个北约 除了美国之外的 其他成员国 就是加倍的 支援乌克兰 既然美国指不上了 好 咱不指了 咱们这乌克兰 挺住 美国不管 我们不管你 咱们接着给欧盟干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两说着 两说着 出现这样的局面之后 美国在这个世界上 当老大 你以为是靠的 就美国人自己的这个牛逼 美国人自己牛逼 美国地盘大 那只有傻逼他这么想 如果哪个美国人 还这样认为的话 那只能说美国人都是傻逼 事实上 美国在世界上当老大 欧洲 就是他的两条腿 和两只胳膊 就是他的手足 如果他跟 北约和欧盟的 这种关系搞白了 我只能说美国吃不了 兜着走 美国人能不能承受这个代价 两说着 所以说 这个债啊 好不好还 不还又不行 还了 会不会 引发不可承受的结果 对川普产生 一个非常恶劣的影响 两说着 这是一个债 这个债呢 好歹呢 还在川普的这个 支援范围之内 因为美国这个体制啊 就是总统啊 管这个国防和外交 这相当于就是国防外交 这是总统的分内事务 他川普有这个权力 他有主导作用 得说不算什么 这个实现难度系数啊 如果有五星来评价的话 这个难度系数也就是 三星啊 或者两星半 但川普还要还一个债 并且马上就得还 什么债呢 就是这次川普怎么选取上来的 就是 他就是说 他怎么赢了民主党 怎么赢了哈里斯了呢 是川普啊 迎合了 美国选民的那些 切身利益 就是说 经济问题 这个非常 激迫的东西 就是那个拜登执政 这个四年期间啊 谁都知道啊 就是通货膨胀 油价上 尤其是加州啊 油价涨得真是 真是歇门啊 我来十年前来美国的时候 三块来钱 这个 在这个疫情 在拜登执政期间啊 涨到四块多 五块多 六块多 后来就没怎么回落 这是很要命很要命的一件事 美国人很多时候开不起车了 开车出门都费劲啊 因为知道美国人大多数月光族啊 那工型阶层大部分月光族 还账单的 那加油 真是加不起啊 真是头疼啊 你加的油 你其他就精打细算 就不能吃不能喝 就是少吃少喝 少玩 少购物 这是很痛苦的 我现在全美国 差不多 应该都是这个样子 这种通货膨胀啊 这个油价 我刚才只是油价 其他东西呢 食品价格 就老板鲜基本生活的 食品价格 还有其他的 我们别说了啊 就是这个日常的购物啊 可能捅的东西 包括房产价格 涨得很厉害 严重的影响到 美国的生活感受 当然这是一个 很多人分析 这个食品价 为什么输了呢 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不可否认啊 就是美国人 要过自己的小日子 那川普上台 这问题会马上解决吗 川普有什么办法 能把这个通货膨胀 迅速的打下去 把油价迅速的压下去 把物价迅速的打下去 然后呢 工作岗位 哗哗的上来 就业繁荣 收入增加 物价降低 川普有这个本事吗 但是川普敢承诺呀 这就是为了选举 为了选上去 川普为什么赢 就是你要分析 他为什么赢 这是肯定一个具体的东西 咱不说具体的事 就是说 他有个原则 就是说 我为了赢 我什么话都敢说 什么承诺都敢做 意思说 什么债都敢欠 多大的债务 都敢背 但美国人就认这一套啊 认这一套 行 川普 什么都承诺都给了 是吧 对那些 关心这个 产品油盐 降速查的 关心就业 关心 一个 物价的 那我就给你一票吧 反正反正 反正这票也不值钱 我就问 我不问别的 我就 我就笨这个 我投你一票 是吧 你相比之下 你民主党敢吗 因为有底线的一个人 一个政党 你是不敢做这样的极端的承诺的 你不敢什么都答应的 哪怕美国选举历来 我们都分析过这个问题 是一种选举议员 选举承诺 美国人都不是特别当回事 就是 你上任之后 你还可以找很多原因 不去兑现 但事实上 他也不是完全 你这个 你债完全 你就可以到了一个随口承诺的问题 想怎么承诺承诺 多么极端的这个 债 多么大的天文数字债 后边多少个零的这个纸票都敢签 事实上也不是这样 但川普敢 你既然做了这样的程度了 你知道选民情绪 你迎合这些选民的这个极端情绪 对某些人 他投你票 他就为了一点点事 是吧 有的时候就是 你比方驱逐非法移民 川普就敢说 好我上任驱逐非法移民 几千万全去赶 动用军队 所有警察全动员 全把他们抓起来赶走 我看那时候 2025计划 因为那个暴露说 是要 这个非法移民 那川普就要建边境墙 一个都别来 来了我给你赶走 然后停止庇护 然后还是怎么样的 还有驱逐什么什么的 多少多少人 他们能做到吗 因为很多人关系的这个 因为他们认为 这些非法移民 就是挤占他们的工作岗位 然后 占用了他们的福利 就是他们 一层说一实话 说一实话 这个真正最有怨言的 大多数都是一些 也是不缴税的 你甭管他是民众党 共和党 有些共和党的红脖子 其实就是穷当当 基本上就是底层 其实也交不了多少税 他本身也是吃福利的 但是他只是认为 他不应该让其他 那几个非法移民 来抢他的福利 但就是 川普上来 能干这个事吗 他能把这几千万人 比如说这个 甭说几千万几百万人 能赶走吗 能去除走吗 做不到 我只能说他做不到 因为做的这个代价 太大了 并且呢 怎么还得重复一个事实 就是川普就为什么 我说天塌不下来呢 就是川普就是哪怕赢了 因为美国是普选人制度 就是他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选举人团的制度 就普选 选出选举人团 选举人团之后 这个再去 就是赢者通吃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川普赢 并不是川普有多大的比例 他占绝对多数 美国三分之二人都支持他 不是这样 他跟哈里斯的差距 也就是百分之五 差几个百分点的意思 差几个百分点的意思 因为百分之可能就 百分之五十多在那支持他 或者百分之四十八 四十七点多 来支持这个哈里斯的 等于说差距非常小的 就川普不是说 他的执政基础 是在美国居住 到了那种绝对的权威 可以为所欲为 他也做不到 哪怕就参院 中院都在川普手里 大的关键的法案 那咱们说至少在参院 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说共和党也没有占到 参院的三分之二多数吗 也就是两三票的优势而已 川普能做到吗 就说孩子那句话 川普上台了 美联储就 比方说你涉及到 你没有控制通胀 你可能涉及到 这个利息控制 或者这个发钞 你要借债 要国会通过 好多这种东西 这种法案 包括整个行政体系 川普能一言九鼎 随意控制了吗 他如果有这个本事的话 上一任四年总统 为什么啥都没干成呢 还是那样 所以这个债 川普不好还 所以他日子好过吗 就只有 真正待那个债 真正到你兑现的时候 如果你要说 这次没选上 没选上 川普尽可以说 你看民主党 什么作弊了 或者怎么样 不管怎么着 没选上 没选上 我欠你们的债 也不用还了 我那些承诺 你们就当耳边疯 你们恨民主党去吧 但现在不是 你看至少 形式上参议院 众院可能都是 共和党控制 尽管参议院没有获得 三分之绝对多数 但至少你看 两院 国会 都在川普手里 这个时候 你要再不对线 那我相信那些 为了 听了你驱逐非法移民的 承诺的 听了你降低通胀的 承诺的 听了你增加就业的 承诺的 然后听了你的承诺 来给你投票那些人 会怎么样 会很宽容 你这时候你推锅 就川普人说 你在做什么 搞不成 搞不成 你什么权都在你手里 你怎么还搞不成 通胀怎么还降不下来 油价怎么还降不下来 老子的饭碗子 为什么 这个就业岗位 还没有增加 这些极端选民 他们只听这个极端 他们的主张是极端的 极端的主张 它就是极端的 在为一种极端的情绪 极端的情绪 就是容易大起大落 容易出现大幅度的摇摆 你没搞成 立刻给你整难看 至少两年很快就过了 国会中期选举 所以咱们今天 说这个事 就是聊天 聊天 说不上传道不传道 今天不是传道 咱们不讲红楼梦 就是瞎聊 聊哪算哪 就这些事 在谁身上 谁自己清楚 但在谁身上 谁自己清楚 如果川普要是说 上任之后 在一个期限内 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甚至这情况更严重了 美国经济更出 更大的问题了 并且你搞的乌烟账 你在最后 比方说你这个 强制遣返行动 都启动起来 不管怎么搞起来 最后还没个结果 还是没搞成 那些投资选票的人 啥没得到 会不会 这个摆锤啊 就摆锤效应 就是极端选民 这种选民 凡是无理性的这种 这种选民 就是叫摆锤 他一定有摆回来了 摆回来之后 出现什么结果呢 两说着 今天是咱们说了 很多两说着了 这就是不可确定 在其位 谋系正吧 就是这个 千万别说 狮子多不咬 就是你靠着这个 狮子多竞选上的 选上去的 然后你 你还说狮子多不咬 那咬谁 咬谁谁知道 是吧 没在我身上 很多事啊 得说 咱说欠债的 欠债的 咱刚才说了 川普一个内债 一个外债 外债首先欠川普 欠这个普京的 要还 这个必须的还 这家不还 那川普人的 小命都没了 那川普必须都还 这必须都还 川普都保证了的 当选总统之后 在就职之前 他就要跟普京见面 就要干这个活 这活好干不好干吧 干去啊 你这个债不还不行的 不还直接就死 普京想让川普死 就一分钟 就一分钟就行了 川普就死了 死叫叫了 然后 那个内债 这个选举这个债 怎么还 凡是 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 都知道这个债不好还 这个经济问题 又像美国这个 这个经济体制 又美国不像中国 咱们得说又是专制了 就美国要是 要像中国呢 你看看 那个控制 控制这个经济 朝鲜一样控制经济 那很容易 那权力不受限制 高度计划都可以 想物价价 容易 容易 一到法令下来 无所谓 大不了 平票供应嘛 发个小本 每个人发个小本 小本都不用发了 像电子票 那都可以 想发多少钱 问外债 就发多少钱 问外债 想发多少钱 内债 就发多少钱 内债 想发多少超 想弄他负利息 零利息 百分之百利息 都无所谓 中国可以 美国做不到 川普没那本事 他要搞那个 基本上是没指望的事 没指望的事 人家说 人家说 人家修宪了 修宪你至少要 那别说 我就修宪了 可能几乎不存在 只能说不存在 千万别做那个梦 不存在 这个债还不了 谁来承受这个结果 这次的债 也不可能就说 说没有就没有了 又说民主党作弊 你埋怨不得了 没法埋怨 到时候那些人 就不找民主党算账去了 还有一些好多问题 这个债 你怎么还呢 就是 你想这个选举承诺 这些债 你想说 这个 很多问题 包括这次 这次 川普做的 极端的这些承诺 他很多极端的承诺 它是什么的 它是 不简单的 是说 什么非法移民的问题 什么经济的问题 还有一些各地 个别群体的 比方说 阿拉伯群体的 美国的阿拉伯群体 印度人群体 还有中东的 这个拉丁美洲的 最简单说 比方说这个移民问题上 你要是说 驱逐非法移民 驱逐哪的 非洲的 可能容易一些 驱逐非洲的 可能容易一些 你驱逐这个墨西哥的 你试试 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已在美国的一个势力 我相信很多人都清楚吧 你驱逐也试试 再说你驱逐有效吗 你驱逐有效吗 墨西哥这个 非法移民应该 在美国是最多的 你上午把他赶走了 下午就回来了 你说建边境墙 那边境墙 能建一万丈高吗 能建一万丈深吗 把地球挖穿 可能吗 是吧 已经建的边境墙 最后这么就是一笑话 是吧 你建多高的墙 人家就有多高的梯子 就在下面照样挖地洞 大不了就拿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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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气哥 那个 那个 鸽枪去了 把那个 那个边境墙 那个铁的 钢铁件 那个割开 割个缝 有的是招数 有的是招数 这些人 有用吗 你赶着走吗 能不说 这个 再说其他的 你看拉丁美洲的那些 童谣的情况 你把他赶哪去 你怎么赶他怎么来 他来之后 照样还是进来 有办法吗 你也来了以后 像南部好 好多这些州啊 就是西班牙域很通行啊 他们在这儿 这就本来人家的地盘啊 人家来之后 又没有语言限制啊 又没有这个人种辐色的 这个限制 又没有文化的这个限制 这就打人的功 怎么着 你没什么办法的啊 这个驱逐毫无效果 再说 你看印度的 你搞印度的 试试啊 印度的 印度移民在美国啊 咱们只知道 硅谷现在 你们印度人的天下 你把印度都 怎么弄 不让印度人签证 然后让印度人滚蛋 行啊 行啊 你试试呗 接着搞 其实最后搞下来啊 可能就是华裔啊 就是中国人 现在我看 有云说法 就是说是要 取消庇护嘛 我觉得这个容易做到啊 取消庇护申请 以后我们都不能庇护了 都不能庇护之后 我刚才就 讲的那些东西 大家明白了没有 那些国家 人家 人家 这个 不在乎 最后受影响 它是中国呀 最后 说来说去 不管是非法移民利的好 还是合法的庇护的也好 还是其他情势移民的好 搞来搞去 还是搞华裔 搞中国人 中国人是最软的势子 最软的势子 不管你已经拿到身份 还是没拿到身份 正在申请的 都会深受其影响 深受其影响 这个东西怎么分析呢 你得说 到时候这种 川普迎合了这些 那些极右的 反移民的倾向 做出很多的承诺 他到时候不好实现 他实现不了 实现不了之后 他总是要做戏 要尽量的去 去干点事 干点事以后 你冲谁下手呢 我估计可能还是华裔 还是冲中国人下手 也不是说光非法移民 你之前庇护的 拿到身份的 现在那个 川普那个 智能移民政策 那个米勒 不是已经提出来了吗 要取消国籍行动 你甭说你庇护了 就是你拿到国籍的 取消驱逐 取消驱逐 拿这个做样子 但是最关键 我觉得日常生活 华人在美国生活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在是吗 就是这种反移民倾向 就是这种肌肉的倾向 会被煽动 会被煽动起来 就是川普可能会到时候 最在实际的这个问题上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他就会做更多的戏 做更多的秀 就会触发更严重的 这个排华倾向 别的谁都不排 就排中国人 中国有肤色问题 有语言问题 至少肤色问题 长相问题 在哪都是 都是这个明摆着的 明摆着的 在加州 可能纽约州 还好一点 你再有其他的那些州 你试试去 在生活中 可能就出门就 就被人骂 在政府进行办事 或者跟他商场购物 都会面临很多问题 这是跟华人信息相关的 那时候你千万 你别说你是华川粉 你是挺川的 你写在脑门上 你说我是挺川的 甚至加上戴着妈干帽 还怎么共和党 或者一位手里举着个牌子 再带个这么复读机 一边走 支持川普 川普万岁 你就搞个这个东西去 人家那些红伯的会 直接来这个 鬼你妈的胆 垃圾 中国老 你没资格挺川 你没资格当一个妈嘎 你更别说 你还怎么想混到 那个白人 那什么 昂格鲁萨克逊文化 那个什么白人金发 那把自己化了妆 做个整容呗 做个整容 眼睛也染个 戴个什么 戴个美瞳 蓝眼睛 皮肤也漂白一下 头发也染了 说啥呀 人都是自作 你也不可活 美国人自作 你也不可活 中国人也一样 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就是 一切应有之意 一切应有之意 我们再继续在往下聊 川普这些债 他自己他都得还 他哪个不还 这个报应 立刻就来 让他自己掂量去 是吧 这个世界上 没有美满的事 没有两全俱美的事 没有事事顺心 你干的这个事 就一定有其他的问题 中国人 咱们这个 传统文化的不有那个吗 福西祸所福 福西福所以 这个是 不止中国 我相信全世界都一样 这是一个物理学上的问题 我们再讲 就川普他就是说 这次选上 我是有点担心的 就是他选上之后呢 首先 就是到明年就职 正式进入白宫之前 还有一套程序要走 还有一套程序要走 我也相信民主党 不会在这一点上阻拦 像川普一样 我说了 就是你们作弊 我让副总统不给你们认证 那这次就是哈里斯 是吧 按宪法 还是要哈里斯去认证啊 就他上次的 那个彭斯那个角色 我也相信哈里斯会给川普认证 不会走违背宪法的问题 但有一件事啊 我觉得咱们今天特意聊一聊啊 就川普一再讲的 就是美国啊 是沼泽 是赢的政府 这个阴谋论啊 就像刚才那个川普做 那个极端竞选竞选承诺一样 也是川普一再煽动的东西 就川普怎么赢啊 咱们讲 这个 得说呀 一个是一个 最主要的就是做出了一些 超越底线 民主党不敢的啊 不敢越底线的一些承诺 就欠了那些债 要还的啊 要还的 不好 这个不好还 还有一些呢 是就煽动仇恨的啊 就是阴谋论的那些东西 那阴谋论的东西 确实存在不存在的 我相信是存在的啊 很有意思啊 比方说 川普说的啊 华尔顿沼泽 美国讲的说 共济会 赢的政府 这是真正操控美国政府的人 操控美国的人 那些人是不是就 甘心于让川普上台 就让他折腾去 美国的美国政府 像川普已经说了嘛 他上台之后 立刻把那个调查他 那个检查官 立刻的这个 开除了 去逐出去 然后还有对美国的情报机构 美国的司法部啊 包括你啊 尤其FBI那川普肯定恨之入股的 啊 你司法部也是一样的 啊 CIA有股也一样 啊 美国这些这些机构 都要进行大清洗 哎 怎么说呢 我觉得到今天啊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个肯尼里到底怎么死的呢 谁能告诉我肯尼里怎么死的 川普知道吗 没人知道 就川普 他怎么去摆平啊 就是 就是这个 原来叫贴打硬盘流水的兵啊 就是美国这个强大 这些强大的 在俄罗斯叫做强力部门 是吧 怎么摆平这些人 川普能不能有权力 能不能有这个本事 把所有的这些人全清理掉 或者 让这些人都屈服于他 就像他第一个总统任期 似的把那FBI局长叫过来 说你要 你忠于我吗 你要向我效忠 就像后来川普一再表示的 就是要军队 美军向他个人效忠 他想要 中共的那个军队 朝鲜的军队那个样子 所有人都向他效忠 川普能不能做到 我觉得都不是两说着的问题 这事真是不好说 真是不好说 我也不是替川普发愁 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 不好弄 咱不用说深刻的道理 这事真是不好弄 这才是真正的维持美国这个运转的这个强力机器上的最关键的部门 还真不是那些选民 真不是那些红脖子 也不是那些鸡左 也不是那些鸡肉 也不是那些沉默大多数 也不是那些什么关心动物保护的 关心女权的 什么关心那个 什么非洲的 关心苏玛林难民的 关心香港问题的 什么关心乌克兰的 都不是那些人 美国真正核心的这个烧红这个烙铁 这个真正的这个脊梁股 是这些强力机构 美国政府 这块东西 怎么摆平 以什么形式摆平 你就是清洗 怎么清洗 大规模的开除 大规模的解雇 我不知道怎么弄 你就这样搞之后 那些人难道都会小绵羊似的 任你于取于夺 任你随便拿捏 你让跪就跪下 你让不出声就不出声 你让趴里趴着 你让干啥就干啥 你让打狗就不敢捡机 我不知道 我得说我不知道 谁知道呢 告诉我一下 顺便告诉川普一下 你说你知道怎么弄 中国有句话呀 看花容易 秀花难 不当家不知柴比贵 川普上次选举 失败的时候 国防部 把国防部长都换了 司法部长也换了 都换了一堆 最后怎么样呢 也没达到结果 这次呢 不知道 得说不知道 说了一千倒了一万 咱们还得说 跟咱们中国人有关的 我觉得中国人啊 就得说中国的事啊 就是中国的事 就是这次选举啊 我看这个 很多种论调 有说是中国操控的 大家还有说 不是中国操控的啊 说中国这个官方的态度呢 是两边都不倾向 甚至有点略微倾向于哈里斯 还有说是 中国热衷于这个 诋毁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攻击共同党议员 我觉得这事啊 说不清啊 还那句话 可以你怎么死的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什么情况 可能什么情况都有 我相信啊 好多人认可一个判定啊 就是如果川普当选 就像他上次放弃香港一样 没有为香港发声 他会不会像放弃乌克兰一样 放弃台湾 就是让中国去 这个攻台 川普已经说了吗 如果中国要武力攻台 意思就是说 川普也说至少我不会 这个无缘无故的保护你台湾 台湾一样交保护费 还有意思 我好像说是 如果中国武力攻台 他就给中国产美 要挣200%的关税 当然我觉得那都无所谓 中国要是 要能收回台湾 要换取川普的这个 铁定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 不介入 不介入 然后这个允许中国 收复台湾 那样也挺好 我觉得不是钱的事 你甭说关税了 你就让直接中共 这中国直接交给美国 一万两万亿美元 我觉得中共 我觉得是个好事 很划算的买卖 但是事实上 我的天生的脑子 跟政策不一样 我觉得好像也没这么简单 天下哪有这么简单美满的事呢 哪有这么想当然的事呢 就说是啊 我们刚才讲说川普 可以上台之后 立刻逼着乌克兰屈服 哪怕跟欧洲闹掰 至于会不会闹掰呢 我觉得那个也不是 对美国来讲 可能也是各有看法 各有看法 但是对待中国 我觉得有这么几种倾向 就是从川普的 至少从川普的上一个任期 到拜登这四年任期 八年下来 美国的反共倾向 是很严重的 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 可能做法不同 但是主要方向 在反共这一点上 是有共识的 尤其在国会 大家知道国会在 前不久 有个叫中国州 连着通过 很多很多条法案 都是对付中国的 都是对付中国的 就是这个倾向很严重 对于美国两党 有很强大的 跟台湾的这个势力 就是经常国会的代表团 访问台湾 这个反共倾向很严重 这是一个 首先是一个 川普能不能控制 就是说引导 或者操控整个共和党 或者整个国会 都能 这个容忍中共 对台湾的这种围困 或者武力攻击也好 能不能做到 并且中共跟美国之间 不是一个台湾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台湾问题 也有人权问题 也有经济问题 也有科技问题 也有很多问题 咱们简单说吧 就是说中国跟俄罗斯 如果都做美国的对手 美国更倾向于 这个对付谁 其实你仔细想的 俄罗斯跟美国之间 没有地缘冲突 没有经济上的冲突 也没有 科技上也没有冲突 宗教文化上讲 甚至制度上讲 俄罗斯不管怎么 是个选举制度 普京不管怎么 他是要选的 也就是美国 确实感觉到 俄罗斯对美国 没有什么威胁 俄罗斯的经济 就是一个能源输出为主的 就是卖能源为主的 它对美国的制造业 对美国的金融 可以说完全没有影响 至少没有威胁 然后俄罗斯跟美国 又不搭计 也不威胁美国的安全 也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然后 又说在科技上 俄罗斯落后 美国不是一天两天的 差太远了 美国也不拿俄罗斯 当回事 所以确实 至少我认为共和党这边 是真心诚意的 不认为俄罗斯是威胁 但是反观的 中国就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跟美国之间 都是亚太 在亚太上直接是 有地缘的威胁 有地缘冲突 有地缘政治上有冲突 经济上是主要的 两党多年来 一直认为中国 摧毁了美国经济 强责了美国的制造业 赚取美国大量的贸易宣差 这个是让美国人 深恶痛绝 美国两党反共 两党反中国 这是有深刻的民意基础 和长久的历史渊源 这就是问题 这非常严重 科技上跟我们说了 说中国偷美国的技术 美国这段时间 在芯片上 科技啊 留学啊 什么一系列的问题上 都在针锋相对的干 在其他的领域呢 意识形态上 更别说了 中共现在这个体制 那美国 两党能接受吗 就川普能接受 两党能接受吗 川普是个商人 无所谓了 你看给他钱 给他糖糊肉 买他的豆 他就很高兴 乐得一棒三跳的 但是美国真正的 所以什么 美国这个证据 已经到了川普 说一搏的地步吗 我只能告诉 所有人这样认为的人 那是个错觉 川普现在 他的很多这个承诺 也包含了 对他的这些 对共和党的承诺 对他这个共和党阵营的 这个挺川阵营的 这个承诺 立川有天然的 这个要对中国 中国采取措施 所以川普讲 我要给他妈给中纪上 他给中国关税 提到百分之百 百六十 普遍的证 那能不能做到 就这些承诺 他能不能做到 最关键说 他能不能在这些领域 让美国人 让共和党 让民主党 相信 中共是美国的盟友 对美国没有威胁 我觉得这是痴心妄伤 痴心妄想 做得到吗 川普做不到 这个 这是个欠债 严格讲 这是个欠债 他还不了 话说回来 如果要是说 中共真的去打台湾了 两种方式 一种直接武力攻击台 占领台湾 一种是围困 就是鲜香肠 慢慢的围困 封锁 搞这个逼着台湾 搞签这个城下之盟 基本上两种选择 大概就是两种选择 一种直接攻击 一种间接围困 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有没有能力 操控或者引导 或者扔 或者饶着实实的 按住美军 按住美国 按住国会 没有动作 咱们就 一直告诉大家 别动 别动 让中共干去 我觉得这可能性 是个未知数 当然有的朋友讲 就是 你不俄罗斯吗 俄罗斯跟中国盟友 然后 既然普京听 比方说普京听中共的 听习的 然后川普又听普京的 然后川普听普京的命令 普京下令 别动 让中共把台湾 卖给中国 你收点钱得了 你自己私下账户收点钱 或者什么 给美国名义上交点钱 敲诈中国一笔钱 敲诈中国签个贸易大单 把美国的 农产品 全部包园 行不行 我觉得可能 这时候就复杂了 非常的复杂 你只能说 你得判断川普 如何从意识 到行动上 川普有这个 绝对的控制力 他能不能做到 然后 这个前提 川普能做到前提 就是说他 真正的 这样说的 他真正的美国 把美国的国家机器 美国这个军队 美国的情报机构 美国的司法机构 美国强大的 这个政治机器 完完全全的 捏到手心里 能不能做到 如果要做不到 军事就这样 像珍珠港一样 如果美国对 这个中共攻击台湾的 这个行为 做出了正常反应 但知道这个美国 历届政府 军事上 至少军事上 对这个中共武力 攻台已经演示了 演习多少遍了 这军事院都有 如果美军 被触发的这个机制 导弹打出去了 双方发生交火 立刻就像 珍珠港一样 川普在那个时候 按得住吗 强令美军飞机都撤回 强令整个美国 整个美国的太平洋 美国的海陆空军 都这个按兵不动 能不能做到 会不会出现意外 美国一艘驱逐舰 或者什么的 过着一个空军 直接就打起来了 跟中国就直接打起来了 结伙了 结伙之后 产生损失了 川普还说 咱们受这口气 别干了 让他们打去 跟咱没关系 是啊 我们刚才讲了 你要说俄罗斯 跟美国没什么直接冲突 还真是啊 很多美国人 我觉得都认可 但是你要说中共 中国打台湾 还跟美国没有关系 美国那些真正的 美国的 就是美国这个朝野上下 能不能 接受这样的程度 美国不但从欧洲撤退了 然后在整个亚太也撤退了 整个美国完全像四位一样 缩回到美国本土 美国以后就 那这样做就等于说美国 像世界所有的这个 其他的全都服输了 以后告诉全世界 以后美国就是美国 美国不当世界警察 你们只要不来打我们 行 你们学 随便玩 美国 美国的影响力 那只能说从 得说 两片战争以后吧 尤其二战之后 二战之后到现在多少年了 四年到现在 七八十年了吧 这七八十年来了 然后美国突然就成了一个以后地区国家的 叫地区大国 这个落差我觉得太大了点 谁有把握相信川普能做到这个呢 甚至说这个道理 这样说 就是说谁能相信美国人 突然所有的美国人都能接受这个结果 就是忍气吞声啊 美国以后就是二傻子 谁想怎么接怎么接 谁想怎么干怎么干 你要这样搞的话 那很简单的 以后那个中国收了台湾 下边打日本呢 那个关岛啊 夏威夷啊 干呢 整个南海 到处干 今天干台湾你不动 明天干菲律宾干越南 挨个干 你都接受 没问题 是吧 美国你放弃以后 你就真正缩回美洲去 我觉得不可能吧 哎 这个难度太大了点 如果你把这个期望值寄托在川普身上 能川普能做到这个 这个份上 我觉得谁的脑子得 脑子得嗅透到什么程度 才能接受这个东西 就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啊 就从我的个人的判断 那得说我个人的判断 美国如果在 俄罗斯问那些账 在欧洲退却了 退下来了 反而啊 有某种倾向 他会加强的亚太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种什么倾向呢 就是民主党呢 更加的以俄罗斯为敌 就是俄罗斯跟美国 这个不光带天 但共和党呢 有一种倾向的啊 就是说美国真正的敌人 是中国 啊 中国是美国真正的威胁 不是俄罗斯 啊 这就说明 啊 有一种倾向啊 美国从欧洲 如北 在俄罗斯问题上 撤退下来 然后呢 很可能在亚太 在中国这个 这个C型包围圈 这个一线要加强 川普 个人的能力 无法左右这个趋势 因为川普靠自己执政 执不了的 执政不了的 我们今天得说个小差距 比方说蓬佩奥 蓬佩奥 我看说表态了嘛 他不会加入川普内阁 说川普给他更重要的职务 不加入内阁 更重要的职务是什么 那很可能是国家安全事故助理啊 因为这个不算内阁成员 但是他相当于内阁成员 比蓬佩奥这个经理 你让他干啥去 当一个国家驻外大使去吗 美国驻外大使 我觉得可能就不大吧 他会进国会吗 他已经不是国会议员了 你让他干啥去啊 什么更重要的职务啊 干什么去啊 但至少啊 你看得出来 蓬佩奥始终如一的坚定 对中共的这个高法 那是在中共的高法 就是说蓬佩奥 从配合川普的对俄罗斯妥协 但是可表现出来 他按捺不住的想对中共下手 只能说蓬佩奥 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代表着蓬佩奥身后有很强大的势力 川普要执政 靠这个川普集团那些人吗 还是靠川普那些 那些什么那些搞阴谋论啊 或整天那个跟他配他 配他那胡捧狗友 冒三狗四的 靠那些人行吗 他如果只能靠那些人 靠那些人的话 川普来仨月都干不下去 也就是说 川普的这执政班底 他一定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首先就是共和党原来的那个班底 共和党原来的班底 都是跟川普一样啊 可以随便交易的吗 你是总统竞选啊 你随便说啊 你就说你可以随便说 你可以大嘴 那些干具体干活的人 每天面临 每天都面临选择啊 军队 情报机构 每天都面临选择 就是你是我活的选择的时候 他们会听川普的吗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另外再说了 我十月二十几号 我发了一个推啊 就是讲那个文字内容呢 是三国演义的开篇 见宁二十年岁望日 地狱问得殿 又狂风骤起 又大青蛇居于地座 后来就是有什么这个海水倒灌了啊 然后这个黑气石欲杖了 地震了 是吧 种种异端啊 就是讲的就是天下大势啊 分有必合 合就必分 就是东海末年 天下大乱 黄心起义 最后导致什么 三国 然后下面配的图呢 是一个牧师的头上顶小狮子 还有一只猫 很幸福的样子啊 就是只要什么什么好 什么到处都是巴厘岛 然后下边两树图一个十元人民币的背景 就是三峡窥门 窥门这个地儿啊 我们之前讲过 叫镇全川之水 整个厂家上游的水都从这出来 势不可当 然后呢 就是一个桌子上摆满了各种西红柿 各种品种的西红柿 今天呢 大家有朋友看见了啊 就是哦 知道啥意思了 奎门这个地方 这个水市下来啊 不可阻挡 就川流汹涌 又说川流不息 那就不可阻挡 就川普嘛 然后满桌的西红柿什么意思 这就石盘了嘛 都是共产党的 红的 红的 各种奇形怪状的西红柿都有啊 那都是红的 都是红的 也就是 对今天选举的一个预言 也是对选举之后的一个预言 选举之后就意味着什么 就开启了一个 其实就是三国了 中美俄 中和俄 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委屈 就说什么 是应该是个多级社会 不应该是单级社会 现在是美国一家独大 只剩一个美国一个超级大国 按着俄罗斯 按着中国 都不服气啊 现在川普上台了 至少 从形势上 给了中俄机会 川普肯定会 引发美国严重的问题 美国体制内的一番大的动荡 绝对是势不可免 那肯定美国就削弱了 那下边中国都会冒头 但中俄是一家吗 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点 关键点啊 中国不是一家 你就是中国想跟俄罗斯是一家 真正想当人员的天心人 俄罗斯想吗 俄罗斯不想啊 这是国家利益啊 这跟普京没关系啊 这跟习近平跟普京个人的交情没关系啊 也跟普京跟川普之间的交情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千年利益啊 中国有一句老话 卧榻之策 其中他人寒水 这个世界上最不能接受中国强大的 我只能说还真不是美国 当然美国有很强大的这方面的意识 不许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 但是 从骨子里 最防备这件事的就是俄罗斯 上次川普当选的时候 大家都看得到 不管怎么着啊 川普跟中共 谈判很多次 中共什么买豆啊 或者怎么着的啊 但事实上呢 川普也没省着 至少啊 打起了关税战 对中国也造成 中国经济啊 也造成严重的冲击 当然美国也造成 美国的这个 美国自己的问题 加的税大部分都涨成美国物价了 美国通胀啊 所以拜登上台之后 也不敢弄了啊 不敢继续加税啊 还减了 我看还减了好多 问啥 在美国的供应链 没有解决之前啊 大部分很多商品 中共还可以要跟美国提供廉价商品呢 来保证美国美元的购买力的 但现在呢 现在问题 问题 怎么搞呢 如果要是说 川普啊 完成了普京的 这个还了普京的第一个债 就把这个 乌克兰送给了俄罗斯 俄罗斯的问题解决了 至少啊 咱以后事儿以后事儿不说 至少眼下解决了 俄罗斯现在最大的困难解决了 解决之后 在俄乌战争期间 俄罗斯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依赖 依赖于中国的产品 依赖于中国的这个资金 依赖中国的这个叫背靠背啊 就是后方 但是呢 如果普京的问题解决了 他的困难包袱没了 他转过脸来 普京还这么心甘情愿的 这样养人鼻血 指望着中国过日子了吗 尤其是 这个川普在手啊 在手里捏着 上次川普当中 我跟几个朋友私下就讲了 我说 我说我为什么判断这个 川普是俄罗斯的 这个代理人的间谍呢 你看得出来 就是因为 俄罗斯是最不希望中美之间 那个 渡成蜜月一样 互谅互让 互相礼让 团结如一人 俄罗斯最不希望的 如果要中美之间这样了 那俄罗斯真就不想了 如芒刺在背啊 那真是 觉都睡不着了 所以看得出来川普执行了这个职业 执行了普京的这个职业 所以普京可以借川普之手 然后再借助美国强大的 这个反中的这个倾向 借助于美中之间 在所有的领域巨大的矛盾和冲突 所以普京可以 躺而皇之的 在家扇着扇子喝着茶 让川普跟中共 就这么熬战 所以从这点上讲 川普的当选 对中共来讲 可能不是什么好事 这玩意儿呢 我不下断言 不在其位 不担这个责任 咱别说谋不谋其政 只是一个旁观者 因为这是根本上的利益上的冲突 你不能讲他 这个像有些人讲这个下断言 我为什么我说我不下断言 就是这个意思 任何事你分析到底 所以为什么说 我发这个预言呢 就这个三国 你翻开三国演绎那个书 你看看 三国之间 未属三国之间 发生的这些事 这时候他真是考验智慧 这个时候他真正的 看谁是个傻子 为什么 谁一傻 谁就死 谁就死 要从根本上看问题 这变成是个动态的过程 从这层含义上讲 川普的当选 中国要做好很多准备 至少要准备迎接川普的各种 这个流氓打法 流氓打法 因为他不是个正常人 好多人我看挺穿的 都说川普不可预测 对 是有这一条 为什么不可预测呢 他倒不是不可预测 是因为川普没有底线 这人干事没底线 他不是说心眼比别人多 也不是他会出谋 出奇谋 预测不到 不是 川普的本来的核心的问题 是他没有底线 你别人不会去做的事 民主党不会去做的事 他会去做 他会为了选举去做 也为了维持他的权力 他会去做 就是在对的中国的问题上 他什么招都会出 也是一样的问题 本质上他要服从 普京的利益 他既不能把中国 利用美国 把中国彻底打趴下 消灭了 那样也不行 因为川普必定几年就下去了 大家想想 川普几年就下去了 这我刚才本来想说的 还没说呢 川普也就是四年吧 他就是满打满算 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 他能执政满四年 下去之后怎么办 这还是个事呢 所以 他绝对不会说 川普在台上的时候 把中共彻底打倒了 然后搞成美国 中共如果彻底倒了 不是敌人了 那反过脸 那就是谁啊 就是俄罗斯 所以三国之间啊 斗争就是这样 但这个事 我只能给大家 预言这个开端 往下它的复杂 这个演变 到底会怎么样 那就故事太多了 故事就太多了 那就肯定不沉闷 我说看戏看戏嘛 是吧 这个三国演义 这个这种大斗啊 宫廷大斗 国家间的这种 大的博弈 肯定很热闹 咱们今天再 回到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啊 就是 美国的问题啊 是基因里带的 他这个天生啊 就是一个 不是个健康的 携带各种抗病基因的 一个机体 他对专制没有免疫力 所以就还有人还想 还梦想着 就回到奴隶 奴隶制式的 有人都嘴都憋不住 公开就说出来了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就是说美国 今天川普上台 我的个人的判断 这是上帝对美国的惩罚 这个不是祝福 天使 天使 天使都是 慈眉闪目的吗 那句话不是说吗 说那不是七百马 都是唐僧啊 是吧 也不是耍棍子 都是孙悟空啊 天上飞的 也不都是 这个黑飞机啊 那个施克朗啊 就是老天爷 就派川普这样的人来 惩罚对美国 川普今天的当选 我只能说是对美国的惩罚 但说是惩罚 也是美国的一个历练 美国必须经历这场大病 取得这场抗病毒的基因 不管美国哪个阶层的人 共和党和民主党 精英 还是普通民众 都要 珍惜这次机会 动动脑子 然后来 体验一下 上帝的这个鞭策 所以它这是美国的一个机会 美国如果不经历这些 不经历这次病 美国的民主就不可能进展 我之前节目可能讲过多次了吧 我说美国的制度天生就是这样的 它天生国父们建立美国 设立美国宪法 设立美国制度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妥协的制度 这个妥协的制度到今天 就造成什么 造成谁都没法占上风 有人想要前走 走不动 有人想要后拉 也拉不动 我不是说拉不动 它就是什么 等于说就产生极左和极右 都是你越有极左 它就越有极右 越有极右呢 反过来就促进极左 让双方呢 斗得是不宜乐乎 互有胜负 造成的中间呢 永远没有停留在中间 美国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多少年以来 多少届政府以来 美国的政客精英们 满足于维护个人的权利 从来没有想过 美国制度如何升华 如何升级 如何实现真正的民主 如何实现 美国被上帝赋予的使命 从来不这样想 你既然这样想 那美国的民众 也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的话 他只能因为这些事 因为一个堕胎 因为一个持枪权 因为一个非法移民 因为这些事 导致大家 其实就是说 就是眉头苍蝇 热锅上的蚂蚁 美国属于这个状态 沉扎泛气 乌烟瘴气 动不动 有人要恢复奴隶制 有人要搞政教合一 要把基督教立为国教 基督教如果立为国教的话 那就是意味着 会出现教士阶层 教会阶层 教会阶层就是一个党 就是一个利益集团 美国的民主 经历200多年之后 还没有 它暴露它最根本的 这个先天的残疾 就是 它这个制度 没法完成更新和进化 所以我从来不指望 美国能带领人类走向 终极制度 终极民主 美国能成为 建立新世界的 这个过程中的带头羊 我一天一刻 一秒都没这样想过 为啥 就是你要深刻的看到 美国的问题在哪 就等于说历史的进展 技术的进步 提供了足够的教训 和足够的资源和技术支持 人类可应该是向前走了 但恰恰作为 美国世界民主的带头羊 美国的灯塔 现在暗淡了 萎缩了 向后退 这就是钟摆效应 你不带着向前走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就说美国政客 美国精英 没有带来美国向前走 然后就要承担 美国民意 后倒退摇摆的结果 这是今天川普能胜 哈里斯会输的最根本的原因 但是恰恰因为这次 美国才终于有那么一个机会 可以进行一次涅槃 欲火重生 你不让川普来折腾这一次 把所有的问题 把它尖锐化 极端化 以这种形式呈现出来 美国的民众 从精英到普通民众 对这个事 不会有真正的反思和认识 但真正的世界的方向在哪呢 能引导人类走向终极民主的 建立新世界的 就新世界的摇篮在哪呢 在中国 不在美国 我说过多少次了 最先完成这个任务的 是中国 因为中国 正在处于涅槃之中 尽管这过程非常漫长和痛苦 但它正在涅槃中 美国即将开始 但是你不要指望 美国会像中国一样 为什么我说 美国不会成为真正的 新世界的带头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美国这个制度 它注定就是这样一个制度 哪怕是美国的涅槃 也不是我们想象那种 真正的凤凰浴火重生 那种璀璨的这种震 震人心魄的那个场景 不会那样 它也不是一次 真正彻底的涅槃 当然它也不需要 承担这个涅槃使命的 是中国 是咱们中国人 这是我今天 给大家聊这么多的 一个最根本的 一个信息 也希望大家 理解 至于明天会发生什么 后天会发生什么 明天会发生什么 后天会发生什么 永远不要丧失信心 这就是上帝的剧本 剧本的意义就在这 剧本临近结尾的时候 永远不会是 一番风水 平不塌 一定是经历一番 彻底的动荡和折腾 现在美国的折腾开始了 中国的折腾 正在高潮